農村人口进入超高龄化 农委会事办农与会绿色照护站成效卓著 今年扩大到各个地区农会 还有社团的聚会 花林县是继寿丰凤柔及玉西复理四个农会之后 自退香农会也在6月1号举办了绿色照护站的街牌仪式 照护站志工则有26位陪伴照护25位长者 一对一的配比数让与会的长官是纳委肯定 如之乡农会三巨头以及所会首长 农委会辅导处农业推广科员林思宇 花莲农改厂长杜丽华 花莲水宝分局长陈淑媛等嘉宾 共同拉下红线 花莲第五个绿色照护站正式在农会接牌成立 现场热闹非凡 农委会在今年撤立了我们109年的绿色照护的示范站 在全台总共有31个示范站 其中有28个农会还有三个余会 而28个农会里面 我们花莲就占了五个农会 农委会从2019年事半推广到今年扩大办理 目前全国绿色照护站也偏地开花 花莲县即寿丰 凤荣 以及南区的玉西复礼四个农会之后 绿色乡农会筹备多时也在今天顺利接牌成立 农会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团体机关 那也需要积极地来这个回馈社区回馈地方 那所以我们今年跟农委会申请了一个绿色照护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能够照顾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老农 花莲偏乡农村人口超高龄化 农会透过了绿色照护站的成立来照顾农村老农 提供老农共学共餐 健康咨询以及身心活动等多元化的课程学习 让农村长者生活有乐趣有照护 吸引25位的长者来参加 我们农会我们总干事很有心 能够这个绿色照顾站 我们就先邀了一些菩萨来参与 大家能够写到所益 也可以说照顾到老菩萨老人家 有个地方可以来修闲 很好很棒 七十五岁了 你这减年纪不会酸吗 不会 精神很贯注啊 你参加为什么大家参加绿色照护站 哦 兴趣啊 大家积一积啊 瑞瑟乡农会绿色照护站 志工共有26位 每天陪伴照护25位成员 一对一的配比数 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受到完善的照护与陪伴 快乐共劳 记者十一月来瑞瑟采访报道